4月27日娛樂圈傳來一個震撼的消息 資深演員曾剛被發現倒閉在尖沙咀一間酒店房 據了解曾剛4月25日一個人由新加坡返港 在一間檢疫酒店進行隔離當中 4月26日快速測試呈陰性 曾剛的第二任妻子鄧拱碧接受傳媒訪問表示 曾剛26日晚曾致電女兒 曾慕雪透露心口偽瞞和痛楚 女婿隨即拿藥到酒店 並安排酒店送食物到房間 曾慕雪27日早上致電父親但卻沒有人接聽 酒店職員拍門也沒有人應 其後酒店職員聯同衛生署人員開門發現 曾剛昏迷倒閉在房間即時報警 救護員接報到場後證實曾剛已死亡 警方經過初步調查後 將案件列作屍體發現處理 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到下午4時左右 曾剛的遺體被移送到葵聰公眾臉房 曾剛的死訊傳出後 我們即時打去被曾剛太太招攪查證 電話由一位女士代為接聽 並表示曾太太現在沒空就收線 而身處台灣正伴侶忘婦後事的黃興平 特色舅舅惡號就透過文字訊息回覆表示 對不起我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經過了解後 Linda再回覆我們 表示去年見過舅舅 但因為香港早前疫情緊張 所以打算遲些再約舅舅吃飯 可惜事與原為 我是曾剛,我是一個演員 因為我妹妹是演員 我很多時候會接她下班 接觸很多電影人 早到了就跟她們聊聊天,打吵架 那時我還是讀書的,還在華人的 嗯,有一位導演,說 曾剛,原名曾冠一 唸書時期已經開始參與電影拍攝 為了拍戲 不惜放棄建築師這份高薪厚職 入行超過六十年的曾剛 演出作品多不勝數 包括在《射雕英雄傳》中飾演黃藥絲 大時代的龍城邦 英雄本色的堅叔 勢不低頭的陸國榮等等 無論演文正書生還是武打角色都難拒不到 70年代曾剛電視電影兩邊走 2015年憑著電影《蝶聽風雲3》 首奪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南配角 不過說到曾剛最為人熟悉的 又怎少得那個經典演發廣告 當中一句《逐展變黑又得》 《立即變黑亦得》 更成為金句 曾剛2015年與謝賢、胡楓 以及Joe Jr.拍攝旅遊節目 《四個小生許旅行》話題十足 而在記招上曾剛被四個當眾掌掛一時 還成為一時熱話 這裏不妨礙 很開心 很開心 這裏不妨礙 你你說過甚麼 沒有說過甚麼 我說過甚麼 我說過甚麼 拿著說過甚麼 說過甚麼 沒有說過甚麼 我說過甚麼 我現在想早點回家了 四個人在這裏 四個人在這裏 因為六陰是很濃烈的 他在這裏 當然不要緊 我們四個人坐在這裏 結果導演叫他坐下 錄音不可以有聲音 有地毯的老四 地毯也不應該走 那怎麼辦 我沒有什麼 我想在這裏打你 不過在牟絕那裏不打你 我在這裏打我 哪裏打到你 有什麼問題 你打我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這樣做 你為什麼這麼衝動 衝動 2021年胡鋒舉行演唱會 曾剛都有擔任嘉賓支持好友 對於曾剛突然離世 和他相識當年的收歌 余安安接受訪問時 都表示難以接受 哎呀 這樣 是呀 是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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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唉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收歌對上一次見 曾剛叔是多久之前 記得嗎 嗯 多久之前 就是 我的演唱會 他做我嘉賓之後 我再約他吃飯 就是 差不多 很久之前 幾個月 好幾個月之前 嗯 就是幾個月前 和曾剛叔吃過飯 那當時 他和他吃飯的時候 他的精神 他的健康 沒事的 是 沒事 沒事 嗯 當時也有說繼續有工作 因為知道 其實他應該在新加坡那邊回香港 他到處去的 嗯 他到處去的 內地 外地 都到處去的 香港他都有做事的 是啊 他很多工作的 真的 如果真的這樣 我也不知道 唉 真的 唉 又不見了一個好朋友 是 真的 是 修哥大家都記得當時 你和曾剛叔 幾位一起去拍 《小生去旅行》的時候 是啊 大家都想起你們當時的回憶 其實你們自己 中間最難忘 是否都是拍那個節目 還是其實 這麼多年來 大家在一個圈裡 其實 不僅僅是拍這個節目 之前大家都 有聯絡 有聊天 有吃飯 他都提議 他都提議 經常 約一些老朋友出來吃飯 這樣 所以 到來不中 都 大家出來一齊 一起吃飯 他當然 演戲也好 做那樣 像那樣 不僅像那樣 而是演技非常之好 是啊 是呀 曾剛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演什麼 像什麼 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你都覺得很突然 很突然 因為剛才我都剛剛 在拍攝 經理人給我看的消息 我都 惡然 是呀 因為 是呀 聽到這些消息 都是很不開心的 嗯 你知道我們都是小時候 看他的戲 到後來有機會 都跟Ken哥合作過 那 他很開心的 就是 又經常跟我們玩 聊天 那樣 都 就是想起 那時候都是一些很開心的 合作的時候 那 希望他一路好走 是 是 嗯 三十 三十年 起碼到 是啊 是 那印象中他的偉人是怎樣 他 他很玩的 他很頑皮 就是 跟我們一起拍攝的時候 都很喜歡開玩笑 就是 不會有 就是 你知道他很資深的 我們都是合會 但是他都很疼我們 很好玩 很開心 曾剛經歷三段婚姻 第一任太太 是已故女星男堤 兩人欲有一子 曾剛離婚後 再迎娶專欄作家鄧拱碧 並欲有一女 兩段婚姻 同樣維持十年就離婚收場 曾剛是1994年 和現任太太招搞結婚 一直相當恩愛 曾剛一生奉獻演藝事業 雖然已經年事已高 但他依然敬業奧業 永不言憂 老實說我拍完第二部戲之後 我看我自己 我覺得我不是這個 我不是演員 沒有這個演員的天分 所以我就去讀書 我讀書那些東西 在香港和我們學的 是有分別的 當然有很多因素 不可以說誰對誰錯 但是對我來說 我們學的東西 和我們可以發揮出來的東西 是有分別的 所以一直下來 我拍那麼多東西以後 我真的不覺得我很滿意 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改成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觀眾喜歡你 尤其做這一行 但你不可以拜託每個人 但我覺得你評論他 都應該在他的工作上 你應該看他的演出 看他處理這個角色的誠意 和演員的合作溝通 和導演的溝通 和鏡頭的溝通 你經常這樣 很多事情要做 只要我體力可以支持 祭祷對白 可以…很合理地可以付得出 為什麼要做 百分之九十的人 就是一生 只是一生 但是演員的一生 我覺得是信心 你…你…你拍一個戲 是等於別人一生 如果你是拍到就好 你…你…你…你叫我再… 再…有…再… 再生活一次 再活一次的時候 我只會… 選擇這麼多彩多… 多彩多彩多彩的東西 我…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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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